男孩不小心掉进了水池 岸上的大人并没有发现他 就在男孩即将沉入水底时 一头鸡肠露肚的虎精缓缓向他靠近 但虎精并没有伤害他 反而是用自己的头顶住男孩 把他送到了岸边 很快男孩就醒了过来 看着一旁乖巧的虎精 不敢相信竟然是他救了自己 为了感谢虎精的救命之恩 第二天阿伟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几条鱼 可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虎精竟然叼着鱼又回到了阿伟身边 阿伟还以为是虎精不会吃呢 于是拿起鱼示范给他看 可虎精却摇了摇头 所有就张大了嘴巴 阿伟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虎精想要自己喂他吃 由于害怕被咬到手 阿伟迅速把鱼丢进了虎精嘴里 看到虎精温顺的样子 阿伟忍不住想要摸一摸 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害怕 虎精似乎是明白了阿伟的意思 于是便主动抬起头凑上去 虽然语言不通 但虎精却能完全明白阿伟的意思 见阿伟就要离开了 一旁的管理员看见了 他们十分的诧异 因为这头虎精被抓到这里后 就从来没有人能喂他食物 更别说一起玩耍互动了 甚至由于水池太小 被束缚的虎精无法自由活动 导致背上的运气已经变形了 原本老板是打算把虎精 训练成表演赚钱的工具 但由于一直无法驯服他 导致海洋世界的生意越来越差 虎精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糟糕 看见阿伟和虎精如此的亲密 训练师也想上来试试 结果虎精立马变脸 所以他讨厌训练师 训练师告诉阿伟 这样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老板已经打算把虎精卖掉 这样至少能换一笔钱 而单纯的阿伟还以为 只要海洋公园赚了钱 就能留下虎精了 也能给他更好的环境 想到这儿他决定留下来 帮公园训练虎精来赚钱 男孩拿着一条鱼 做出撕咬的动作 可虎精却摇了摇头 随后张大了嘴 原来虎精是想让阿伟喂给自己吃 为了训练这头虎精 阿伟专门学习了他们的习性 没多久 他与虎精互动得越来越熟练 为了让虎精玩得更开心 阿伟还特意为他做了小玩具 大家也为虎精的转变感到高兴 他们之间越来越默契 不会游泳的阿伟 甚至能毫无顾虑地骑在虎精身上 或许因为他们都是孤独的 所以对彼此十分信任 眼看他们训练有成 几人喊来了老板 看着阿伟得心应酬地与虎精互动 老板仿佛再次看到了希望 很快海洋公园就举行了一场表演秀 西日里经营惨叹的公园 今天却坐满了人 孩子们都十分期待虎精的表演 由于是第一次看到虎精 小孩子们激动地拍打着玻璃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频繁地拍打和叫喊声 已经严重干扰到了虎精 他变得焦躁不安 而另一边准备表演的阿伟还不知道 虎精的情况 当他上场后像往常一样发出训练信号 可虎精却使劲地摇头拒绝表演 阿伟还并没有多想 只是再次发出了信号 可这次虎精竟转身游走了 观众们顿时不愿意了 大骂着 如果不会就赶紧滚 随着辱骂声此起彼伏 阿伟终于忍不住了 转身便跑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孩子们 还在制造着噪音 虎精再也无法忍受 静止朝着玻璃冲了过去 人们瞬间被吓坏了 大家纷纷退票离场 可死时的老板反而不着急了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赚钱机会 就是杀了虎精 来骗取巨额的保险金 而不知情的阿伟来到海边散心 他愤怒地踢着垃圾桶 但在母亲的阿伟下 阿伟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晚上他再次来到了海洋公园 虎精乖乖地待在一旁 并向他撒着娇 就仿佛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发出可怜的哀嚎 而阿伟也告诉虎精 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听到阿伟的告别 虎精急忙要逃 半夜里虎精的哀嚎声越来越大 原来在海洋公园对面的海里 虎精的同伴正在召唤着他 那里才是他的家 与此同时 老板正带着几个工人 在偷偷破坏水池 看着不停漏水的池子 阿伟意识到 他们是想要杀死虎精 于是他赶紧喊来了管理员 而管理员似乎也知道这件事 但他也无可奈何 这时阿伟提出要放了虎精 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管理员早就不想在这里干了呀 所以两人又找来了训练师帮忙 他们先在水里放下了一张布 然后让虎精游到上面 接着把他吊起来 将他放在了叉车上 很快他们就准备完毕出发了 因为虎精不能离开水太久 他们就选择了走小路 可没想到刚走到一半 公路就发生了坍塌 三个人努力了很久 车轮还是一动不动 无奈阿伟只能打电话求助父母 很快父母就赶了过来 在几人的努力下 车子终于可以走了 与此同时 老板已经知晓虎精被偷了 于是立马安排手下去拦截他们 天亮的时候 阿伟一行人终于赶到了海边 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 可老板却已经提前赶到了 他们挡在海外门口 当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事 爸爸却踩下右门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随后一个完美的倒车 直接砍进了海里 阿伟大声呼喊 让虎精赶紧游进海里 可此时的虎精已经不动了 而对方也冲了下来 车方扭打在一起 大家还在努力着 终于虎精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 他努力朝着海里游去 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阿伟终于笑了 但这时前方出现了两艘大船 他们拦住了虎精的去路 这一切又是老板安排的 他们撒下渔网 准备再一次抓捕虎精 大家顿时绝望了 突然阿伟想到了什么 立马朝着岸边跑去 大声呼唤着虎精跟着他走 虎精很快游到了他的面前 阿伟哭着对他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阿伟大喊 众人都在期待着奇迹 随着阿伟比划出跳跃的手势 虎精蓄力躺空而起 虎精终于获得了自由 阿伟高兴的欢呼着 而黑心老板却彻底傻了眼 因为他永远都不会明白 家人与自由意味着什么 在美丽的夕阳下 虎精欢快地就弄着身子 因为这一次他回到了父母的身边